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因为在前一阵子民进党的各种议员 策议 在检讨许小新身上的行头 是名牌 有没有申报这一点变成是一个对政治人物或者是国家元首 应该要有的道德标准 合法合规 各种的问题来问他 今天他是到了立法 在宣布这些人是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这个事情 一定会符合宪法的要求 欣然附会之外 大家又再问了 如果这个到立法院去 同时大家也会问 那劳力士表到底怎么回事 这段时间一个多礼拜来 没有被讲清楚过 那到底事实是不是劳力士 价值又多少 要不要合法申报 最后他就说了 4月19号开始报劳力士争议到现在 他说 其实蓝莹一直攻击带劳力士表的事情 他很感性的说 这实在是没有什么 因为第一只手表人生是妈妈送的 只过几百块而已 但第一只劳力士是在当选国大代表的时候 表姐送的 但仪式还弄丢了 劳力士也弄丢了 好心疼 第二只劳力士是去日本开会 大家说到底日本去开会应该要买个 这个比较有价值的表 代表身份吗 那大概是十万块左右的表 没有申报的问题 因为要买二十万才需要申报 那被说一贯的作风 是拿亲戚当挡箭牌吗 那么什么东西都是人家送的 老家是亲戚的 那正常人去日本开会要买机票 赖清德去日本开会要有十万元劳力士手表 很多侧意在笑 但事实上的确是在某些 这个像日本政界也很在乎身上的品位 这是事实 但是不是这样的理由就非买不可 当然是个人自己的选择 那大家笑的是 哇原来赖皮疗 价格见价结果是赖清德亲口说的 十七万 所以现在处理不掉 公益侵托不容易 没有任意接手 哇比徐晓芯的表还要便宜 怎么会这样呢 那这些说法当然就会有公信力的问题 有表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没有诚实申报 公开诚实的说明也就好了 但过去的说法实在是没有办法 同一个标准来看待啊 你看光是这个表有几种版本 吴珍这位民进党发言人 这是重重的被打脸 到底是谁讲错了呢 是吴珍没有真的问过吗 因为他第一次吴珍直播的时候 明明是讲说 赖清德认真想了以后 表示手表都不是劳力士 这个是吴珍亲口直播 讲出来的话 他到底有没有问过赖清德 还是赖清德胡隆他 另外 卓冠亭也说 是劳力士一只亲戚借的 借的哦 一只自己买的 到了卓冠亭第三次 又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 是劳力士一只亲戚送的 一只家人送的 那现在最新的说法 民进党中职会上赖清德说 就是劳力士一只表姐送的 一只自己买 那之前帮他发言的发言人 发言什么事 是你自己假传圣旨 还是说他的记忆力改变又变 所以让你说法不一吗 就一个简单的表而已 让外界会觉得 这个是诚信的问题 就像赖皮疗一样 大家问的公益新托 到哪里去了呢 是不是继续赖皮中呢 低到可以比劳力士 哇 大家开玩笑讲 我觉得里面最经典的一句是说 你看嘛 如果这个房子17万的话 那表怎么可以太贵呢 只能10万了嘛 房子 哇 居然比许小新的表便宜 这件事情大家嘖嘖称奇 那很多所与会的人士就转述 赖清德借着手表这个案例 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国民党现在是微味旧照 在转移焦点 所以才特别说明表的价值是什么 为了让党公子在辩护的时候 能有所根据 那问题是 帮他辩护的吴贞 就倒了个大霉 那再来看看 过去大家怎么看赖皮疗呢 这个建商广告 百年一遇最强为鉴 这么厉害的所谓的万里赖皮疗 那现在说 把老家操作成万里地宝的概念 其实他才17万 这是见价结果 还因为找了人家来 价值太低的见价结果 没有人愿意乘坐 所以现在到要信托 才会没有进度吗 那大家都说 有可能吗 今天早上直播室上朋友们 直接说我来帮你加价 竞标 有人喊到千万 重点来了 王宏威说 所谓的见价 其实这个是 新美市政府科征房屋税的时候 来评定房屋的现况 为了要科税用的 根本不是试价 那在科征房屋限值这种 表定上面 比较会以隔壁邻居 或附近的房屋的限值 来做规划 来做这个评比的标准 并不是这个房 因为它其实包括内部装潢 都比其他旁边的好很多 那问题是 不能公益信托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它是违贱 它根本没有所有权 才是真正的原因 那过去记得民党 在2023年大选期间 是怎么说的 他说 海星的老家 十价登陆 价值大概会是 103万左右 他当时也是说 比较隔壁邻居的说法 现在说17万 还有赖皮疗 四年的维安花多少钱 7000万 这个房价 才17万的话 那真的是值回票价 国安局说 一个月要付月租8000块 那特勤一个人 算算薪水5万 一个月100万 那加上这么多人的用餐 各种膳食费 起码7000万 所以要考验人民记忆力吗 还是为了掩盖 高价劳力士表 让赖皮疗 直接变成17万 还是一个比较值的问题 伟瀚 劳力士表今天 由赖清德自己亲自说清楚了 您觉得够清楚吗 现在目前在政坛人人自为 我就 这是真的有 今天中午还遇到一些 立法委员讲说 最近不管男的女的 只要身上价值 超过20万的东西 都不敢带出来 其实我觉得 不用不敢带出来 你就申报就好了 好 那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蓝绿互相伤害 现在目前 罗志强已经去監察院 检取赖清德申报不实 清朝圣就去查 看看这个手表的版本 到底怎么样 今天赖清德总统当选 本人的说法就是 妈妈送给他一支表 不是劳力士 所以不贵 姐姐送他是国大的时候 表姐送他是国大时候的表 但是现在也已经找不到了 自己买了一支 去日本的时候 所以加起来他应该 手上就是剩最后这一支 劳力士 因为他看起来妈妈送的 不是劳力士 几百块而已 所以不管吴征 卓冠廷怎么讲还是要听本人怎么说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 警察院检举 就是也要报徐巧新的手表 申报不实 我看今天因为罗志强去检举了 赖总统当选 可能明天民进党的人 就去检举徐巧新 然后再互相检举检举 很简单 就标准只有一个 我们的公职人员 只要你是民意代表 你是官员 你就要申报 申报不实 6万以上 120万元以下的罰还 就是这样 现在赖清德总统当选 他的手表的版本这么多 网路上大家也会讨论 所以你就必须给大家一个真实的版本 至于你说他的那个 万里老家的那个 大家会觉得说形象问题 可是一直去讨论说 国安人员多少人花在那边钱 今天不管是在这里或是在地堡 国安人员都是要花那些钱 因为他的身份是副总统 副总统就要保护 只是当时我们的节目中也讨论过了 这算不算寓所 因为他并没有常坐在那里 他现在有副总统官邸 不住副总统官邸 也是去台南住还是去哪里住 这个要界定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都是观感的问题 但是你要按照规矩来办 手表的部分 因为以往真的比较少讨论这个 但是规矩早就定在那边 就是20万元以上的东西 你就是要申报 现在看起来 曉星跟赖清德都没有申报 那理由是什么 他理由是不到20万 所以不用申报 那因为我并不是这个 珠宝跟这个劳力士的鉴定专家 那样光是看 是不是可以确定 他就是不到20万 我不知道 那既然有人检举了以后 就请监察员后续去查 当然情况也不一样 因为当时他自己说 不是自己的房子 还要有那种大批的官人员 当然会不会拿来算预算 那是人民的纳税钱 兵哥 你相信吗 因为这个其实 有劳力士表真的没什么 但重点是 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包括你自己房子是不是违建 有反反复复有没有缴税 然后到现在 劳力士表到底有没有 隔了一个礼拜出来说 跟先前发言人讲的都不一样 你们不觉得这个手表事件 跟赖皮疗事件 根本是完全一样的翻版吗 一模一样 奇怪了赖清德 为什么什么事情遇到 你就说不清楚 其实在我看来 都很简单的事情 你的老家 你不管价值多少 有申报没申报 是不是违建 你只要一句话 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事情 你就是可以 翻来覆去 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然后现在房子是这样 表也是这样 一个表已经出现了四种说法 搞不好明天就出现第五种 我也不晓得 而且我说真的 人家在问你劳力士 你说你妈送你第一支表干嘛 干嘛我屁事 人家都问你劳力士 你在回答什么 所以我都不知道 他讲这些东西到底干嘛 而且很奇怪的是 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拖一个礼拜 你本来人家第一天 指引你的时候 你大可以大大方方 如果我是他 我就把表拿出来 你们看我丢这个表 不信的话 你们自己可以去见价 型号都可以告诉你 因为这个市场上都有价钱 你一搜索马上就知道 老实讲 他现在看起来 他的手表应该就是 劳力士那个型号的手表 之前有个直播主 他直播他就说比对过 贵归金如何如何 他当时见价四十几万 是不是 应该是超过二十万 当然赖青者有他的说法 所以那个最主要就是要看型号 基本上就看型号 那时间点买的不同 也不一样的价钱 没有 时间买的不同 你知道劳力士有的型号 是会涨价的 你摆久了搞不好更贵 所以这个东西都很难说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不是重点 因为以赖青者的收入 他有个几十万上百万的表 我觉得也没什么 因为他喜欢 因为当初去年选举的时候 直播主直接做 就是比较赖青者 柯文哲还有何伟宜 他们三个人 就是说赖青者喜欢收集表 而且很多表 那个直播主就讲很多表 可不只是两支 你觉得如果只有两支三支 人家又讲很多表吗 根本不会 当初这个直播主直接就讲 赖青者有收集手表的习惯 有很多支表 而且他独钟 如果只有一支 他现在赖英德讲的 他手上现在只有一支 这叫喜欢手表 收集手表 根本不是 所以那个直播主 到底讲对讲错 如果他讲错 当初你怎么没有抗议 也没赤子 然后现在又告诉我说 一下是表姐送的 三十年前 他的表姐 他当选国大代表 他表姐就送他 当年十万块钱的表 三十年前十万块 不小的数字 那为什么你表姐 要送你这个东西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去日本开个会 为什么一定要带劳力士 法律有规定 日本海关不带劳力士 不准进去 是这样吗 这什么逻辑我都不知道 品味啦 我去法国开会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带 我就两手空空去了 那为什么我可以去 你进不去 我也不懂为什么 还是日本比较特别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邪门 就是赖心得的 最糟糕的一个习惯就是 很多事情你一翻两瞪眼 你直接拿出来就说明了 老实讲 你就算有几十万的表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 我真的觉得 你顶多就漏申报被罚钱 其实漏申报的工人员一大堆 真正乌鱼一大堆 我就不信每一个全部都有申报 但是问题是 你又欲盖迷伤的方式 东讲一个西讲一个 然后到最后前前后后 说法都不懂 就人家觉得好笑 之后打脸的吴征发言人 这不是很尴尬 吴征 卓冠廷全部都被打脸 那以后谁敢帮你讲话 因为帮你讲完之后又要吐嘴 之前赖皮疗的事情也是一样 一开始民党不是大 大事规召开记者会 然后告诉大家说 他这个一切都有缴 所以一切都合法什么什么 有门牌号 表示一切都合法 结果事实证明根本就不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 你现在在干嘛 然后你怎么好意思去讲说 经过见价只值17万 找不到信托 你在鬼扯胡谁啊 第一个那个见价是 那个是公告地价好不好 而且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你是现任副总统 未来的总统 你如果真的想要信托 会找不到人信托 你骗谁啊 不然这样好了 你说这个房子只值17万是吧 我出34万跟你买了 已经很多人要跟你抢标了好不好 对啊 不然就算我们这个最高标 民党自己讲103万 我103万跟你买了 你要不要卖 所以不要拿这种东西去骗人 把大家都当三岁小孩子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你都已经当到总统 这种阿萨布鲁的事情 赶快去解决一下好不好 说真的讨论这种事情 我自己也觉得蛮无聊的 因为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落 满口谎言的人 天天在欺骗人民 才要让我们去讨论这种东西 赖兴德你可不可以检点一点 因为至少选后我们一直在问 那赖皮条怎么样了 公益信托怎么样 今天在520之前总算 有一个初步的说法 赖兴德一向都这样 就是说在别人来讲 就天大地大的事情 到他自己就好像这事情没什么 我先讲劳力士 就是说 你大家去看一看 你现在没有低于20万的劳力士 当然他可以讲说 我当初买的时候不是这个价钱 但是 一样嘛 这一项包括什么 珠宝自画什么东西 当然是指市价嘛 你不能买一个金条 说我买的时候 买的时候金条是2万 现在涨到20万不算 你申报的一定是市价嘛 劳力士这几年涨多少 涨到什么程度 涨到劳力士自己做不出来 必须要买中股表回去翻修拿出来再卖 所以他的状况一定是超过这个价值的 这都不用怀疑 不用讲说你那个比对型号当初是什么 你现在手上有一只劳力士 大概就不会低于20万 随便找一只 更不要讲他这个状况 那你现在的状况 你现在当然就讲说当初很便宜 但问题是你应该申报的是市价 你现在很简单的状况就承认 这是我漏报了 你就补报就好 因为你主动申报也不见得罚钱嘛 因为你不是被人家查到嘛 那现在还去讲说这只表不值钱 不值钱你现在市面上找一只20万 一下子劳力士给我看看 对不对不值钱不值钱 一样嘛 那个动产比不动产还容易嘛 你才10万块 你拿出来拍算了 就是你去讲这种东西 粉丝太平 我觉得都没有意义 你就承认说我 因为真正人物喜欢表得很多 我看过真正人物带APP 降丝单顿的一堆 劳力士真的算便宜 不算贵的表 你就承认就补身报就结束了 非要在那边凹来凹去 说这个东西 这东西没什么 至于太平聊那件事情 讲17万这个 我真的听不下去 我跟你讲很简单 大家知道现在物价长成什么样子 我最近家里厕所要装修 不到一瓶的厕所 你知道我早上来估价翻修的 没有一个低于17万 比赖皮条还要贵 一间厕所 要翻修不到一瓶而已 没有一个低于17万 你告诉你 我说你赖皮条17万 对不对 花园好讲 你当然可以讲说 你那个地方很偏僻 或者说没有 到底是没有人要接 还是没人敢接 你赖清德的荣兴之地 谁敢去接来空意信托 对不对 但是问题你都已经当选了 你从事把它处理掉 要不然你就卖掉 要不然拆掉 17万你就拆掉 对不对 要不你就 你就卖掉 你一直握手上 要不然你就跟当初讲的一样 你就找民进党立委出来修法 行政机关来修法 全部大家就地合法 都不是讲说 合法申报 所有的矿工僚 多委屈多委屈 那你就让大家全部就地合法 有一堆事情可以解决 你又不用 然后又摆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那个想法很奇怪 就是说你现在要去讲 讲说那个东西不值钱 我觉得那个话 这种话大家听不下去 已经选举完了当选了 你该处理就处理 该申报就申报 问题就这么简单 不要在这边凹来凹去 知道我身边的人的反应都是说 才17万吗 快 我们买定离手 我们都想要下 都想要跟你抢标了 是不是大家这样 没有人愿意接手吗 恐怕很难会有人相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